把蕉干弄干了 不然等一下那个喷油就糟糕了 大火的话一下子就好了 我这个小火没有办法 慢慢爆 爆给它有一点硬硬 有点辣你的脸 香味出来了 有点呆黑黑 这样子它就差不多 它就差不多好 还有包 包 然后就放好油下去了 然后要快哦 放酱料都要快 酱油 甜醋哦 甜醋 没有放甜醋就没有 哇 没有这样好吃 我觉得甜醋是很好吃的 放多一点不要紧 甜醋要放多一点 又倒不出来 完了 哎呦 停止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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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要倒多一点 我就放糖 甜醋没有了 所以糖一定要加多一点 因为甜醋里面其实有甜甜的味道 糖 如果甜醋够的话 糖可能放两汤匙就好 两茶匙就好 这样就好 有点火腔 这是火腔 火腔 火腔恼 很香呢 如果不放的话 就没人多好吃 你忘记了 这个刚才切剩的姜 刚才榨的姜 吃姜是一开始 要放 哎 算了 反正我都忘记了 这样子炒好之后呢就可以放酥酥酥鸡 酥酥酥鸡直接倒下去 就可以了炒一下 然后弄完它就可以了炒一下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然后最后还要撒菠萝菇下去 刚刚好不多不少 刚刚好 最后放香菠菜 这样子 好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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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oilà 好嘞 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